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一人也不漏地扩大鼓励的连带 给予每个人勇气与希望 此外 各位作为好国民 透过参与各种社区活动 包括与今年的国庆相关的活动等 继续竭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各位尊贵的献身行动 会如何受到末法本佛 热联大圣人的圣赞啊 我们在疫情爆发之初 就快速召集大家 一起展开勇敢的一二三行动 那就是唱颂大量的题目 联系会员和朋友 与他们对话 还有勤力于学习 大圣人的御书 和池田先生的指导 从中汲取信心成长的养分 以对抗疫情 我们也转而召开线上会议 比如教学会 每月的地区座谈会等等 在这方面 青年部给了年长的会员 最大的支持与协助 因为有大家的努力 我们才得以气势如虹的 在五月举行 池田先生就任创架学会 第三任会长 六十周年纪念会 在九月举行 世界青年部总会 以及在这个月不久前 举行支部总会 除了以上这些 大家也作为好公民 踊跃支持我们社区的项目 比如装益大游行 国庆庆典和捐血运动等等 感谢大家 请大家放心 这一切的努力 无疑将会带给大家 以及你们的家人 无量的福德 池田先生在不久前 举行的第47届本部干部会上的书面 致辞中 引述沪田先生的话说 欲时 逢时 顺应时 这一生就有意义 先生接着说 如今 我们得逢 创立九十周年 是不可思议之时 普天同庆 感到无上的欢喜与荣耀 创架学会 过去的九十年 披荆斩棘 是佛与魔 无休止的战斗 我们的三代创架师将 首当其冲 面对一切的魔杖和挑战 其中 包括二次大战期间 军政府的迫害 以及 七八十年代的中门问题 导致学会在 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 遭中门 破门 但是 本着不败的师弟精神 可遵日连大圣人的 广宣流布的大愿 我们奋起 并战胜过来 第一任会长 墓口先生 应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支持当时 日本推行的 膜拜神道和主张战争的国家政策 而被捕入狱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七十三岁的墓口先生 在狱中逝世 第二任会长 沪田先生 则在第二年的 一九四五年 七月初遇后 直到 一九五八年 四月二日 逝世之前 达成七十五万户的 会员数 奠定了 日联佛法 在日本广宣流布的 基础 十五万户的基础 沈连先生 自一九六零年 五月三日 就认为创家学会第三任会长之后 不但将日本的会员数增加了数倍 而且 进一步将创家的网络 扩展到世界 一百九十二个国家和地区 无论怎么样的障碍 创家三代师将 不曾偏离过他们的使命 今天 我们怀着对三代师将的深深的感激之情 纪念创立日 让我们重新试愿 继承创家的创立精神 创家学会创立的宗旨 是要让所有的人 通过对于本尊的信心 并以日联大圣人的教导为根本 获得幸福 我们被教导 变毒为药 烦恼 寄菩提 化宿命为使命 以及人间革命等法理 我们明白到 人人皆是 具有佛界的 珍贵存在 我们能够 获得绝对幸福 达到一生成佛 我们也觉醒到 自身的地勇菩萨使命 现身广宣流部的尊贵目的 为自己和社会上 所有的人的幸福 而弘扬妙法 让我们以 前进 永远前进的口号 本着 师弟的广布誓愿 以创立90周年为新起点 愉快地 迈向2021年 明年的主题是 希望胜利年 2021年是新的一个十年的开始 对于迈向2030年 创造胜利的气势 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陈天先生说 从创立90周年到100周年的十年 更是每个人树立人间革命的胜利时政 不论任何大恶都转化为大善 断然达成人类宿命转换 一决胜负的时候 让我们以 地勇菩萨的誓愿为根本 在2021年 全力以赴 以充满希望的对话和鼓励 照亮周围的人的生命 使每个人都能涌现 生命中至高的佛界 使佛界会要 在生命中 生活中 取得胜利 最后 感谢大家 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纪念会 请保重 谢谢